OK齁? OK 那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QSearch 我們的願景是 Making Social Media Useful 希望能讓社交媒體更容易的搜尋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做了一個步驟 那第一步驟呢 我們剛剛收訊已經已經講過了 那我接下來想要講的是 粉絲頁的部落跟的話 就是讓粉絲頁可以分類一起做搜尋 那分類讓粉絲更容易找到經典的文獻 以一一人力銀行為例 我們做了一個粉絲頁的插件 然後你們會想說 我如果去看一個粉絲頁 如果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資訊的粉絲頁 我想要去找一些 可能像是人力銀行 我想要找一些就業相關的資訊 那難道我要一片一片去找嗎? 那太瘋狂了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這樣的收訊引擎 例如我可以直接在裡面找說 我想要找賦予人員的工作 如果我想要找一個管理類性質的 行銷類性質的工作 我就直接打入覆蓮字 就讓一個一般的使用者 在使用Facebook的時候 非常容易可以去找到他們想要找到的東西 那粉絲頁管理者呢 他們也會想要讓自己一些經典的文獻 也希望他們一直重新的PO出來 那他可以用分類的方式去把這些東西呈現出來 那對粉絲頁管理者就是輕輕的一件的安裝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畢竟我們希望能讓Facebook更容易出生 那接下來我就要講到我們另外一個部分 所謂的廣告商 因為Facebook除了一般的使用者來說 很大部分的人很希望能在Facebook上做生意賺到一些錢 那相對的他們也會花很多的金費在Facebook 那我在這邊稍微介紹一下 廣告其實就是分為三個部分 文案啊 圖片啊 還有所謂的受眾 那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們覺得Facebook廣告精準 你們大部分應該今天都有打開Facebook的廣告 如果沒有打開可以舉手一下 喔 這麼難啊 好 那在座各位 今天曾經有點過Facebook廣告 我相信在座各位沒有 因為Facebook的CDR只有0.5% 所以在座各位應該還沒有到200人 所以不會有一個 所以說 這東西對廣告主而言 他們希望能下Facebook廣告去換到他們的錢 可是對他們來說 好像是從口袋拿出一張套票 然後拿一個Lite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好像連一塊錢都換得不見了 這就是Facebook廣告的現況 所以說 我們幫客戶做了什麼事情 做了三件事情 A C 三個步驟 讓客戶可以真正讓他的錢賺到更多錢 第一步驟叫做Analyze 分析 我們邊分析 顧客所有的 就是一些粉絲業 他們的狀況 他們競爭對手 或是他這個產業 到底有什麼樣的特別性 或有多少人在Follow這個產業 那第二部分是Brainstorming 也就是我們會去跟客戶討論說 我們要如何去接觸到你的客戶 你的客戶群到底他們的行為是什麼樣子 那第三我們就是去Create這樣的一個廣告 讓這些廣告去打中他們精準的聽眾 然後去慢慢去做接觸 那我就會講一下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這應該也算是第一次在公眾去講我們的服務 受眾分析 要叫Cucery Chat 那可以了解自己粉絲也潛在的粉絲是怎麼樣的人 可以知道說這樣的主題性質 有多少人在關注他 那並且知道說是否有競爭對手 在討論這樣的社群 並且可以評估自己的事實 但可以翻譯找回答 我們可以有多少人在Facebook裡面 會關注這樣的事情 那這下面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是針對一個室內設計做一個簡單的看 其實大概每天他100多個都文 那大概是450K的賬 然後其實在室內設計這一個主題性質 其實蠻多人在Facebook裡面做討論 那我們在做搜尋的時候 可以看到說這邊 這邊也可以看到說 有哪些粉絲也可能是我們競爭對手 或是可能我們的客戶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所以其實在這個部分呢 可以對很多的廣告組 甚至粉絲也管理者 甚至一般的人也可以去使用它 那如果你想要創業 你想要知道這個產業 到底有沒有那個商機存在 就一定用這個服務去找 可能競爭對手會不會有客戶 那下面是針對一些網頁的分析 那最後 大家就會問我說 誒我照這些人 那我要touch到這些人 我們可以從行為找出 手中的東西 這個東西 也解決了很多人 在Facebook上找這樣的問題 他不用再去煩惱說 Facebook的特性到底是什麼 像是年齡層啊 我的客戶到底是年齡層 到底是幾歲到幾歲 我的客戶到底是男的婦女 我到底是什麼興趣 他們都不用再care 他只要知道 有這些人在Facebook上討論什麼東西 會關注什麼東西 會關注什麼東西 那 我們怎麼找到的呢 就像是 例如 大家會上Facebook 按讚啊 會comment 會share 如果你會comment這個主題的性質的東西 有個like這個性質的東西 有個like這個性質的東西 代表你對這些 這樣的文章有興趣 那我就下這樣的 廣告訊息頻道這些人 例如說 張宇哥的桌遊店 我可以去找更多人 對於想要找 呃 桌遊 或是想要 一些室內的遊戲 那 可能就是 我可以幫他找到這樣 那就是 我們之前一開始在做一些 APPS 相信我 我講了那麼多大家 我想說 那你們可以做到成銷 到底是這個樣子 沒有數據 沒有證實 那這邊是 有三個不同的產業 是活動產業 市場談人 跟音樂產業 那我們其實 呃 我們用同樣的一篇文章 同樣的圖片 然後同時 一個客戶 去做他們自己的操作 那一個是由我們自己在 我們來幫他設定 所謂的受眾做操作 可以達到 可能十幾倍以上 甚至二十倍的效益 那 那 在這邊我們分析一個 最近 還蠻紅的 可能 如果對超越圈有一些 了解 應該會知道活動動的 那 我們正在說 因為他在九月份 他其實有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並且是分享者 那 用他的圖片 然後去做一個 就是 所謂的 廣告 然後希望推這款活動 那 大家就想說 這樣子的廣告 如果下出去 到底有多少人會 我們會找 會 Follow活動中的人 這邊總共有 四個 四個人 那這邊 有一個下面 坐在下面的 也有去做一個 這樣子的分享 那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的 廣告 就是 29% 代表說 100個人 有29個人去點他 那他在座 三分之一就有人去點其他 對啊 是不是 如果你們是這個廣告收眾的時候 那這邊有人問一個問題 欸 你們會覺得 這個廣告到底下了多少錢啊 怎麼感覺每天都出現在我面前 然後 那個什麼 甚至連 就是 Jump這一個 他都說 我感覺好像 我最近在台灣很紅 不敢回去 待會兒會抓走 對啊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產生 那我們也幫這個活動 賣了60幾張票 在 短短兩天的時間之內 達到這樣的一個 效益 對啊 這其實就是 算是幫 台灣穿越圈的一個 朋友們 去做一個活動的推廣 這也是我們希望的 我們可以帶給台灣 穿越圈的人 不用 再去花很多很多的願望 然後請在Facebook廣告上面 我們希望能讓他去 跟自己 真正的客戶進行說話 那 講完 我們的服務 我想講一下 就是一些創業的 就是一些 想法 那 我先講一個 價值金字牌 那一想 創業其實就是在解決問題 那我希望說 你是要真正知道 自己在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才有這樣的一個產品 所以 就是 可能有些人聽過 這叫做 三個圈圈吧 在那個 TED的 幾十八分鐘的演講裡面 也有講出過 但我還是 比較想要用價值金字塔的感覺 因為你的最核心 也就是最上面的那一塊 我們希望說 你到底為了什麼而做這件事情 例如 張宇哥是為了 帶來快樂 而去開桌遊店 而不是為了買桌遊 不是讓大家去享受桌遊 而是為了讓大家享受快樂 那Q社有什麼 我不是為了做 Google而做 Facebook 不是 為了做一個 Facebook Network Google 我們其實是希望大家在使用 社交媒體的時候 可以更輕鬆地去使用 不管是個人 不管是廣告主 那我們如何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去 欸 如果能輕鬆找到自己的回憶 如果 能夠知道 最近Facebook在討論什麼樣的議題 如果我是廣告主 我更希望我能夠輕鬆地跟我的客戶共通 所以我們這三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讓Facebook使用更輕鬆 對於這三號人 然後所以我們做了三個Service 包含所謂的一般的Search 包含 趨勢分析 包含我們的訪問 好緊 那 接下來 講一下 STARTUP 我心中的STARTUP 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就是 Business Model Kin 跟Quash 你找到你的問題 你要怎麼去解決它 找到一群不貴的人 才有辦法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 如果沒有Business Model 像其實在台灣創業團隊 其實很容易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存在 就是 我想先 把這個東西做大之後 再來想說 Business Model 可是事實上 如果這樣的東西活不下來 那 你想解決問題 沒辦法自己被解決 包含像是社會企業 他們很多人 其實都會想說 欸 我是不是先解決這個問題 再想為什麼賺錢 可是事實上不是是的 社會企業還是為了賺錢而存在 他們是 找到了那個社會人的問題 就跟一般的存在一起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他們 都還是必須賺到那樣的金錢 去養活他們自己 這才是STAR 這才是STAR精神 那 一旦要有這樣的精神 這些人才會聚集在一起 為了這樣的熱情而努力 那 就是 雖然時間到了 我還是想講一下 在社群行銷上 有一些迷失存在 大家會覺得 粉絲業的人數跟互動率 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互動率高 那我的粉絲業是不是就是好的粉絲業 其實不一定 因為有些粉絲業是來自於 每天在辦活動 分享一些有趣的訊息 聚集而成的 那其實粉絲業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就三件事情而已 第一件 叫做品牌 第二件 叫做社群 第三件叫做導購 如果這三件事情沒有串在一起的話 其實對金融隊的粉絲業 真的有意義嗎 大家要去想一下 你要讓你的粉絲 跟這個品牌做一個連結 然後去做一個討論 那 假設 你是一個廠商 我去做一個導購 讓粉絲能輕易的找到一個商品 這才是一個 誰在做的事情 那 我直接是零成本的嗎 過去可能是 經過Facebook這個很愛錢的傢伙 然後一直不斷在改演出來 把我相片 因為如果曾經有超多粉絲業的人 你會覺得 哇靠 我的文章越來越破不出去 越來越沒有人去看 其實 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越希望人家投入廣告成本 可是他的廣告下去就會越來越差 那 我希望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做廣告的服務 就是希望能夠幫助這些 有夢想的一些新創團隊 沒有什麼錢 然後能夠觸取他們真正的用戶 那 最後一個問題是 難道只有B2C才需要粉絲業嗎 其實不進來 因為其實粉絲業 他可以針對一些B2B的產業 進行跟他客戶的一些溝通 例如說分享一些專業訊息 這樣子的感覺 那 創業大老師就等 QA的時間大家問一下吧 就是 包含我之前 因為創業 要去新加坡 然後認識了很多人 我覺得創業 是一個改變 你的生活習慣的一個改變 就是 不知道怎麼講 這兩年的創業過程之中 其實 我覺得 我身邊的人一定會覺得 我創業跟小屁孩 然後成長到一個 好像 遙不可及 也沒有遙不可及 也沒有遙不可及 就是一個一定的程度 可是事實上呢 就是從 可能 來交點 然後去一些大學活動 跟一些朋友們 分享 然後 聽他們一見 偷學 然後不管做什麼也好 反正去 往那大家的經驗 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的經驗也好 其實這在創業的路程 都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一些 為什麼 失敗 像我之前 也有因為一些小事 而覺得 呃 非常 就是 很忘了一些很重要的初衷 然後 產生一些事物 決策性的事物 那 這些過程之中 其實在創業的路程 都是必須的 那 如果想創業的朋友 也是 就是 可以來行為自己的事情 然後 或是 可以自己去體驗 這樣的路程 我覺得 這真的是會是本身中的很大 謝謝 嗨 我們有什麼問題嗎 去新加坡我們參加的那個 Hentral Yeah 就是 全亞洲最大的創業大白板 那 就是 就是一堆一堆人在那邊擺攤啊 然後 就是希望我們有一些創客我會來看 然後 當然我們有去做一個Page比賽 但是 其實真正去參加創業比賽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很特別 你不是為了得獎的去參加 其實你是為了去release你的產品 讓更多人去知道你的產品 然後去找尋你的客戶 找尋你的 呃 然後對抗遊戲覺得同志的人 可以從他們身上得到更多的資源 對 包含錢吧 一點點 但是 我還是會期望說 創業 從創業 從創業 從創業拿到錢 對 對 對 就是 就是 創業 有問題 好 我想問 就是你在創業可能會展示自己的創業吧 那 有沒有可能就是創業會被人家抄襲 或者是 這會怎麼 他們有沒有什麼意思 其實 如果說 你的創業 會有人想要抄襲 代表你的創業 你覺得成功 你一旦不願意去分享自己的idea 不願意去share你的想法 你的創業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其實創業就是一個不斷的test error 的一個過程 你一旦是 誒 有些人要抄襲 可是 他們抄襲了你的想法 你的跨訓點 可是他們的聽不對 做出來的東西可能是完全不一樣 跟你想到之後 那個東西 做了一樣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 嗯 我要說 會怕 人家抄襲你的idea嗎 其實 不太會 對 畢竟 真的是一個 就是分享 如果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feedback 才有辦法讓你的創業根 才有辦法讓你的創業根 所以你現在創業幾年 呃 從 我們公司成立是今年開始 可是我們團隊成 呃 2012的11月 所以你這次去西加坡的交通 呃 我們需要在這邊找到會 然後 呃 VC也會找 但是就是平台一些這個策略都做 看有沒有機會這樣子 看有沒有機會這樣子 你資本還可以做什麼 嗯 我想一下 沒有關係 等一下 私下再講 那你資本啊 就是那個 經濟部政績的 就是 像的東西 我想一下 10萬塊 非常熟 非常熟 OK 還有什麼 Any questions? OK Thank you 兩個問題 OK 第一個問題 在整個 剛剛有提到問題嗎 那你在這一年 又 八個月來 你遇到最大的問題 你問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哪個特殊的問題 OK 你自己問 你不要再回到這邊 OK 這個問題呢 你剛剛都這樣講 呃 那時候最大的問題其實是 因為你不斷的去接觸人 然後你不斷的分享自己的idea 其實 人家會覺得 這個東西還不錯 然後越來越 就是 人家越鼓勵你 你就會有一點自慢的感覺 當你從自信 變成一種自負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做錯決策 對 當然 就是 在這個過程中 我也被Fusergy 拜過 可能一到兩個月 但是 我覺得這是好的 因為 它讓我從一個 過度自負的人 重新回到 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的初衷不斷死 我的初衷不斷死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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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 呃 呃 因為我們Business上 它都不是一開始就可以成功的 你在接觸到客戶的過程之中 其實客戶會跟你說 他們想要什麼 他們需求什麼 也許跟你 一開始帶給他們的產品 是不同的 那 這些東西要如何克服 你一定要是接觸客戶之後 然後 你才知道說 你的產品有什麼樣的了解 通常客戶帶給我的 可能是一些創業的人 創業過程之中 我接下來可能需要注意什麼事情 甚至是 你的產品要問一下 這最後一個問題 累嗎 蛤 累了嗎 晚 對啊 基本上 身體會累 熱情不會累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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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對你去問他 教那個 你怎麼樣意識到你覺得 事情變成 智慧 其實 當你做錯 當你快要做錯決策 那一瞬間 你才會有那種 閃過跟念頭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就是當你忘記 創業那個初衷 因為我們創業初衷 叫做 我想要為了解決問題 可是當你的 想把這件事情 忘掉之後 你做出來的決策 其實會 產生總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要有意識到 這些事情 會很困難 因為有時候一直往前走的過程 都很忘記 很容易認識 對啊 我覺得你很厲害 其實 這裡要有一些就是 真的是很好的聽 他願意把你的問題給出來 不然你永遠都不會發現自己 你自己走錯了 那你掉到洞裡面去的時候 你才發現 哇靠 怎麼都沒有人跟我講說 我一直要往洞裡面走 對 所以其實 有一個好的聽 是真的 他願意跟你講 你可能快錯了 就算 而且 當然啊 就是每個人 你必須去接觸 認同到自己 其實我錯了 不然其實 不然人家跟你講 不過你不要認同 還是 白講 這就是這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嗯 你有曾經 成功的幫助你的客戶 或者是有需求的人 有成功的案例 是怎樣去推行的 成功的案例 對啊 其實還蠻多的 要看是什麼樣的客戶 那我們與活動產業 幫助他們最大 因為活動 畢竟是一個 非常急迫的 對 你有一個活動 你有一個時效性 就像是演唱 或演講賣跳 對 這種東西 你都賣不出去 然後你就是 可能講著來的時候 就會發現 前排 也有人 裡面空的 對啊 所以其實 我們幫助最多客戶 其實是在活動產業 那 基本上 我們現在也要希望 能夠幫助更多的電商 所以我們不但不斷進行 嘗試修改 到底能不能幫助這些電商 去打到說 用錢 換到這種的錢 謝謝